那麼再看到這是烏軍的反攻嗎 俄羅斯國防部聲稱 烏克蘭無人機再度攻擊莫斯科 最新的外電畫面曝光了 這是一棟辦公大樓的外牆部分受損 內部的鋼筋水泥也暴露在外 根據莫斯科市長的說法 說這是烏克蘭無人機發動的攻擊 就是在當地時間 今天清晨襲擊莫斯科西邊的金融區 俄羅斯國防部聲稱 擊落了無人機 但是最弱的碎片 造成了兩棟辦公大樓輕微受損 當中一棟有50層樓高的大樓 在5樓到6樓之間發生了爆炸事件 所以導致玻璃被震碎 所幸這起攻擊事件 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當局也正在疏散當地的民眾